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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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明白, 葉榮隊叫阿拳 看看葉榮俊的老婆去一間財務公司借錢 最後的目的是韋達代客人保管的股票 股票? 韋達在一間股票金融公司 有很多客人透過韋達買股票 反而是轉名而把股票放在韋達托管 葉榮俊的老婆要借五千萬 但他現成的抵押就是客人的財務 韋達把股票放在財務公司做抵押 一旦有什麼意動, 葉榮添就有東西拿手 葉榮添要的是韋達 先生, 你找哪位? 我是明大一職員, 我想找葉效禮先生 老爺和太太去了美國還沒回來 你知道她什麼時候回來嗎? 好像說不是今天就明早 那葉榮俊太太呢? 她也不在, 你到底找哪位? 這個我的中卡片 如果葉效禮先生回來, 你叫她去找我 我有重要事找她, 是關於葉榮, 謝謝 請坐, 先生… 叫老闆出來 什麼事? 我要見你老闆葉榮 葉榮, 給老闆出來 葉榮, 我再過來 葉榮先生, 若果無事幫忙, 別離開 你老闆不出來, 我不會走 給我打保證 不用了 葉榮先生 請我做事 有什麼事? 你真聰明, 知道這間公司是我的 我還知道你很多事 是嗎?第二呢? 你用阿拳去接葉太太 跟那些傢伙演戲 再用高利息去引葉太太到達 最後還有一局借了不還 你怎麼以為我欺負兩人錢這麼低 你當然不是製作了幾千萬 你明知道葉太急需要那些錢填數 所以就叫阿拳做手腳, 引葉太借錢 其實你最想的 就是葉太用來做抵押的股票 你想藉著這個機會去吞併偉達 對了, 不過你已經很聰明 葉榮俊炒了女生是她的損失 我已經通知了葉後來 我看你這個局還可以玩多久 太遲了 葉榮俊老婆剛簽的紙 她的股票已經在我手上了 大少爺 東西在後面 好 葉榮俊先生 我是誰? 葉榮隊 你憑什麼人和我談生意? 如果你拒絕的話 偉達有危機的謠言 在兩個小時之內 就會全面整理市場 到時大部分的客人 就會湧到偉達那裡 燃發自己的股票 那又怎麼樣? 你不知道嗎? 大部分客人的股票 已經按在我手上了 你說什麼? 如果你想知道清楚一點 問問問你老婆 你不能讓我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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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過什麼? 我進去簽過幾次 你去偉達幹什麼? 我做偉達的小姐 我去混蛋 我去銀材武公司 你別管 不是 很多錢 幾個禮拜回來幾班班 當時又給你一半 這間財務公司也很明顯 怎麼會這樣 根本是一個局 他把消息發放出去 偉大的客人就會來擠提 到時候哪裡找些股票給別人 當時轉出去要坐牢的 不是吧,老公,那我怎麼樣?你幫我 你怎麼樣? 你既然這麼聰明,懂得好我不在 按股票給別人賺錢 有監獄你就去坐 你不會這麼知道吧? 是你自己拿來剪的 你以為你可以沒事嗎? 上次你逼我簽了我的文件 話說是說我是偉大的權 實請所有的負責人 全部由你去負責 你沒理由不知道 當然你上次看我這麼開心 你必記得 姐姐 這份就是你老婆 以偉達證券公司大陸的泰雅名義 跟我們簽個合約副本 一共借了五千萬 當然,他是用他的客戶的股票來做低額 你想怎麼樣? 我想買回力天 你搞不清楚就是想要回力天? 是,我想你現在沒興趣聽聽解釋 為什麼我對力天這麼有層意見 我不再轉彎會角落 我現在願意出高市價二十個百分比 向你們收購你們手上所持有的力天股票 我想你不會拒絕 我對你沒什麼好感 對力天也沒什麼情意見 不過我沒有爸爸那麼傻 我不會跟公司的利益鬥氣 但就算我肯買,他也不會行 這個問題你自己解決 我現在只知道你沒有特選擇 如果這件事讓我出去 被人知道你老婆用客戶的股票 非法抵押、討厭,一定是認識者 你現在是偉大的最高負責人 所以你要命 我不知道你爸爸對我的成見 會不會心得寧願犧牲你 也要阻止我買回力天 現在看你幸不幸福 長途飛機真的很辛苦 是呀 但以後如果香港拿到這種新療法 豈不是不用再飛來飛去嗎 老爺,老爺,太太,你們回來了 是呀,小姐 老爺,有個姓張的男人 他說是公司的舊伙計 他不知道多麼緊張 找完老爺又找大少奶奶 他說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說 他還留下了一張剪片給你 他說有關…什麼…葉榮天 我下午已經上去財務公司想阻止他 我好肯定這是葉榮天設的局勢 叫他盡快封駛吧 找到他們了嗎 大叔一直都沒有那張機器 一定要快 我估計偉大客戶的股票 大部分已經落在葉榮天手上 如果不阻止他 偉大一定會被他吞賣 你似乎對榮大多忠心 當勞派得我去偉大做事 我就有責任看著這檔生意了 葉榮天的目的不是偉大 他志在的是力天世紀 Katty, 你小心 那個會議還在開啟? 是 當他不找我回來嗎? 他知道你找回來的 對不起, Kati, 你先關門 我想不如我陪你在外面等 比較適合一點 好, 葉榮天 爸爸, 總之你真的這麼早 我們等你 你們在聊什麼? 剛剛結束了第一個項目 我們通過了以高出市價的25% 賣了力天世紀的股份 我反對 你力天世紀絕對不能落在葉榮天手陰面 爸爸, 這次是一件事商業的決定 而且利潤相當好 我想不到有什麼原因反對你的決定 Howard 我看你不應該把你和葉榮天之間的私人恩怨 來和我們明大的股東李掛鉤 老國, 我們力天在台灣 台灣有很多地產, 很多項目 絕對不能放棄 你們剛才我們已經談過了 算是代表你的Donald在內 贊成的比數大 所以我們唯有少數服用多數 我走 Donald 不好意思 當好, 你是不是中了葉榮天什麼局 騎虎能 爸爸, 這次交易絕對沒有任何陰謀 而且已經通過了成為定案 如果你想知道細節一點的事 我遲些解釋給你 我們繼續吧 這麼大一件事自霸自魂 這個多律真是越來越離譜 葉先生, 等多律開完會之後 看看我怎麼解釋 或者這件事未必就像張哲聆所說 雖然我不覺得剛才那個年輕人在說謊 不過我就感覺到 他似乎針對葉榮天 多過近年張公司的利益 Ben, 替我查一下張哲聆的背景 知道的 叫所有人回家 找到大嫂子沒有 已經留下口信在電話台上了 保安怎麼樣 在隔壁房睡了 謝謝你, 麻煩了你一天 傻瓜, 大家一家人, 別說了這種事 我以前對你這麼差 你現在還對我這麼好, 不好意思 有時候要生氣一個經常對著別人 都很辛苦 尤其是一個跟你睡在一起的人 雖然說夫婦在床頭打架床尾和 但我聽你這麼說 這次的事當然是沒那麼容易會原諒你 我怕爹地知道了之後, 不知道會是怎樣 我認為你應該真正的事 坦白地跟爹地說 可能爹地會罵你一兩句 但比你自己的馬底 不知道當年要打你多少次才能嚇到百貨 一個女人帶著小孩去哪兒 我怕, 還說是飛去召台 你們也是, 大小女人照顧她小孩 你們怎麼會不知道 你們 伯母 伯母, 你去哪裡了? 我請了一架同朋友出海 公主開會你也不在這裡? 沒人通知我, 甚麼事? 你大哥可能被人捉住她的痛腳 依榮天後我不在這裡, 搶走你 依榮未曾證實之前 都是屬於推測, 你別不樂氣 回來了… 阿嫂 你… 依榮, 甚麼事? 你坐下說吧 是否當年要打你? 為甚麼他要打你? 他怪我, 哥… 伊芭, 大哥 為甚麼你不接我的電話? 我很擔心你 對了, 你回來 究竟發生甚麼事? 我看他日光日白都喝醉了 就罵了兩句吧 伊芭, 你說 與他無關, 我自己喝醉了不小心 碰到我的麵盤裡 好, 我現在問你 你是不是把偉大股票 給財務公司按了? 我沒有 爸爸, 你是不是聽我張智力胡說 這個人被我炒了魷魚 故意做謠報復而已 對呀, 我是你兒子 你也不相信我, 相信外人? 外面的人會怎麼看? 就當我相信這個局不是以榮天報的 你明知道我不會同意把力天賣給他 為甚麼你敲我不在, 可不可以做? 爸爸, 你最近快要開會了 股東在背後說你只顧著私人恩怨 當公司是遊樂場 對他很不滿 對, 所以我特地把力天賣給業榮天 就是想證明給你看 爸爸你還是以明大利益為重 只不過我太急進了 看到業榮天開了價好 我打算把握機會 沒預先跟你商量而已 爸爸, 這件事雖然大高有點錯 但他始終還是會在公司最上映 很明顯那個Eva在說謊 就算Eva在說謊, 也可以理解 我看九成九十當勞 是被阿天的臭小子要脅才這麼過分 有些事說出來, 可能你會不高興 就算整件事真的像阿力所說那樣 是以榮天擺的局 以榮天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卑鄙 至少從帳面來看 我們的確是賺了一筆很可觀的利潤 明大沒有任何損失 損失的是我們自己一家人的團結 這樣也好, 給他機會我看清楚 我跟我兒子之間的關係 可能一直以來我太過重拳 那當勞越來越離譜 是以榮天給我的人 他說不用還, 可能當作是補償的 十萬元就想補償當年的東西 這棟就是曆天世紀的大廈 葉榮天搞這麼多事, 也想拿回曆天 眼白白的葉榮天越下越高 連我做什麼都做不到 這棟是什麼? 雖然你看到他好像坐得很大 不過是大招風 照你說葉效力也不會放到他 所以就有很多機會 劉榮天、劉榮大 拿回台灣的毛燕成出來搞 他就想撞向毛燕成 究竟毛燕成有什麼?你說 你怎麼說?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毛燕成是我哥的一番心血 我怎麼也不會讓他利用這個機會來賺錢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什麼? 毛燕成是嗎? 建好後是不是賺很多錢? 如果賺錢的角度看 就不是一個很犯蒜的投資 這是阿彪 心目中最理想的城市 完全是環保設計 裡面沒有汽車走前就沒有廢氣 空氣清新, 人也比較健康 我記得阿彪提過 他說在這個規劃裡 會有一個循環的廢水處理 會把環境汙影減到最低 所以這個計劃最大的得益不是錢 而是將來 可以有一個更加美好的居住環境 做建築師 能夠跟城市規劃配合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遠大的理想 其實當年阿彪在台灣 已經找到一個很理想的地方 可以實現他的夢想 不過現在力天擁有這個發展權 我又在其行道之前 幫阿彪實現他的維園 要不是時間有限 我們就不用用招逼業效禮 拿回力天回來 但是這樣, 尤其是只有二叔 不過這樣 阿天給明大賺的錢已經有得了 Tim, 你覺得你應該去做的 就放膽去做 他現在的路很長, 我去邊做邊學 喂? 在那裡, 阿彪 你是不是告訴我, 有時會遲到 不過經常遲到嗎? 以前是 我變了很多 不過看你知不知道 這間餐廳是正學為止 我已經到了, 待會見 好, 再見 小姐,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那間是薯仔沙律嗎? 是 我一個, 謝謝 好 薯仔, 這是什麼? 香草汁 可以加些什麼? 三文魚 麻煩一個三文魚香草汁加意粉 好 你一個人要這麼多東西吃 起碼肥四磅 你這麼酸, 是否女人身邊很危險 你知道嗎? 你這麼受罪, 被你鬆了 差點沒錢 你挺難約的 上星期約到現在才約到 還有我們這行有個案子才有收入 隨時有時間, 不值得恭喜 對了, 這次是否當你感謝我 跟阿澤打了一場官司 可以有吃有拿? 你這次回來變了, 開心了 你也好像改變不少了 沒錯, 我的想法的確改變了 做人處事方面的確改變了很多 為什麼我收了一封 你準備再次到商場上大展拳救我 我這次拿回靈天 不是說在商場上說些什麼 無冤城計劃是誰的理想 他在那時候, 就無語給我吵架 現在他去了, 我就越來越明白 其實他這個計劃 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理想 有人以為環境污染是下一代的事 有些想不到你會這麼關心環保 我以前做幾大日生意都不怕 但這次不同 不跟戲劃到美麗就算了 如果做得不好 就有糟蹋了阿彪的意念 人家也會怕有自己做不來的事嗎 會 你會不會支持我 對將來居住環境有好處的事 我怎麼會不支持呢 我說的是不只一個普通朋友那種支持 Tim, 我對我們現在的關係很舒服 我暫時不想改變什麼 我之後還要去看急進 不過我會改變的 我希望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先讓你覺得有很多個份 我今天玩得有很多個份 我會選擇 你我們有很多朋友 你會選擇一個人身寫 作為我這個行李 因此要是一種思考 來, 喝吧 怎麼樣? 媽媽的湯真的無敵 如果你喜歡喝的 以後天天煮給你喝也行 如果我不去英國的努力公司 你至少一個星期煮一次兩套給我喝 你還在英國找工作嗎? 我以為你決定了回來香港發展 那間是全英國第二大的努力公司 我回來香港才找我 不過他開的條件很優口 我還在考慮回英國還是留在香港 那你考慮的因素 包括葉榮天在內嗎? 全部都是Barry寄給我的 我和他分開之後 他讓自己放長假 這兩年短短短短地死到處去旅行 他真的去過很多地方 他去到每個地方 我都寄了一張這麼漂亮的帳戶卡給你 這兩年以來都沒停過 那些帳戶背後什麼都沒有寫的 除了最近這一張 Helen,我不知道該跟你說什麼 只有我妹妹去到一個漂亮的地方 想起最好你都在這裡 跟你分享以前的一切 她還要學習中文 雖然我和她分開兩年 但這兩年他不斷地付出 其實我對他沒感覺了 更何況對一個 從來都沒有嘗試去付出的一天 你這次回來真的成熟了很多 無論你決定去英國也好 留在香港發展也好 這次你的決定一定是正確的 好, 地方很大 話說回來, 以前力天開了這麼久 我和你都沒上過 你現在知道三兄弟多厲害了 雷琦仔, 現在有機會拿回力天 你們倆真的要加上他的努力, 一定 有機會問問一問 有沒有興趣幫忙, 畢竟是留兄弟 我沒想過, 單單公司剛結束 今天心情好一點再商量 Tim, 這裡本來有多少伙計 如果能夠的話, 一個也不要解僱 雷琦仔收回力天之後, 業務已萎縮 這個員工不是很多, 我現在回來了 放心吧, 校叔 我們已經盡量安撫了班車員 好 Helen姐嗎?是 這麼突然? 我這麼急嗎?我給阿哥聽, 好嗎? 那好吧, 好, 再見 Helen, 她說離開香港 叫我們找Sandy, 找我們有甚麼事 離開多久? 她好處去很久的, 電話機器是打電話 你害怕了嗎? 你也是, 媽媽 我想起一段時間都沒有你的靚湯喝 有點不捨不得 你不捨不得媽媽 還是不捨不得我的靚湯呢? 我想我會留點時間給其他人吧 好, 有甚麼味道 一定要好嗎? 我沒有人 duality 你也有牛奶少了, 長老婆 你一定會留下一個人 我答應了向英國那邊回一份新的公園 香港真的沒有任何東西留下來 我沒說過我和大家相隔多遠 都找不到一個家庭的感情 那我呢 曾經何時, 我們很近很近的事 你沒珍惜過 其實你這次回來, 我一直都很努力 你知道的 我對你已經沒有那種感覺了 這兩年來, 我花了很多努力 去忘記我們的痛苦經歷 我再見你, 我真的可以不生氣 但同時也沒有其他感覺 好, 好像一個結了疤痕的傷口 不再痛, 但是盲目了 看來埋了口, 別再惹他了 我知道我做人應得 我做人應得, 但可否不要這麼快 碰我死刑呢 你媽媽還在香港, 你會再回來嗎 或者呢 可否答應我 無論多久也好, 要你再回來 你讓我知道 替情形吧 時間上去吧 Han 送給你 我不會帶這種東西的 我不會帶這種東西的 你當我強人所難也好 你保持住它 等你有一些東西在你身邊 你偶爾看見它, 就會想起我 好嗎 好嗎 是 有 走 澤, 怎麼坐在這裡? 我聽說你待會要中環見工 我載你去吧 他們打了我 我要請一個經驗, 所以倒閉我 我的經驗就是跑步 對不起 你說過吧 我只要跑步是你一生的遺憾 不過這個已經是事實 你坐在這裡不開心也改變不了 我知道我已經沒有資格教你做了什麼 我做了幾十年人, 做對的好事 做錯的數也數不下 其實我喜歡我努力給你補償 但結果改變不了 不過我知道 將來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上的 所以為何不嘗試一下, 再選一個目標 說就容易了 除了跑步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做不成 還小時候女人 好像我累你比較多 我剛剛拿回力店, 所有事都要從頭來過 很想有人幫忙 我只問自己 是不是不靠哥哥, 什麼都不碰 現在不碰的是我 除了自己的兄弟之外 我不知道還可以送誰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我完全靠你 不過我真的很想你考慮一下 媽, 銷售了電腦之後收拾好桌子 請先清個櫃桶, 等下一手你用 知道, 先生 我們公司請新人嗎? 請就請了, 不然不知道他肯定來做 誰這麼有性格 不好意思, 我是來建工的 阿澤, 原來是你 阿哥, 我在這裡讓人用 原來我會收拾給你的 還沒請我之前是否應該先煙了我 我什麼都不懂, 都霸佔住房間 你又懂電腦英文又這麼厲害 如果我要煙你 那我豈不是要打定那封辭職信? 總之我們三兄弟拍照照 把令慶搞好他 對, 所以我是你大哥 我一樣拿正來做 如果我解僱你, 一定會報稅給你 坐下 這個禮物就是無謂答應的科程招 你盡快看完蛋的工作 好 總之不當你是弟弟 一來就收買贏命 學多一點沒所謂 我最怕沒事要做 那就恭喜你了 這麼快就請到一個 這麼肯跟他拼命的 無言成童就經理 什麼事? 葉先生, 台灣長道電話 我接下來了 黃先生, 你好 是 為什麼? 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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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先生, 黃先生 什麼事? 台灣三東計劃突然破產 他就退出無言成計劃 破產? 進來 葉先生, 台灣有急健身 怎麼了? 黃先生 黃先生 幹什麼? 達成智雲又破產 又是台灣公司? 跟無言成有關係 因為無言成是台灣政府 批出來的一個大項目 合約規定 不可以完全由外資擁有 所以我們一定要跟台資公司 合作發展 如先、力天和台商已經簽 沒有合約 不過兩年裡發生了這麼多事 所以這宗工程一在而言 如果兩個月裡 第一期還不開工的話 無言成合約就會取消 那台商突然退出 就是有心站在我們 這兩間公司之前都沒聽過 說他們財政有問題 現在一起說財政上有問題而退出的話 中間不證明有人想玩 你的意思是明大 不過就算沒有明大 這麼大的破產 中間一定會有很多麻煩 這麼少的難題難不了我們 沒錯, 齊心就事成 有什麼困難都好 我們三個一起搞定 好, 聶先生 要不介意你一點時間和你聊幾句 就算我說不可以 我想你也不會再這樣走開 謝謝聶先生 謝謝你 不用了, 謝謝 有什麼事要說 我認為不可以就這樣放生意平添 是, 沒錯 現在雖然讓他拿回力天 但是如果沒有台商的支持 毛燕成一樣不能搞 是嗎 四大台商突然宣佈破產 退出毛燕成這個計劃 我相信在幕後一定有人做了功夫 但是如果換轉是我 我也會這樣做 如果是你的, 接下來會怎麼做? 為了封殺力天可以拉攏的投資對象 我會發展另一個計劃 去和毛燕成抗衡 聶先生 你做了很多功課 我認為未來的企業 是應該朝著高科技的方向走 數碼成 沒錯 用高科技去包裝的地產項目 不但可以遊說到台灣政府 提供資源合作 而且利潤會被毛燕成大 對於投資者來說 吸引力會更加好 為何你做這麼多事 來針對葉榮天 因為我和他的私人尊重 你也挺坦白 但不是代表我一定要用你的 我現在明大有很多人才 為何我要給你機會 沒錯, 明大的確有很多人才 但有多少個人是和葉先生一條心 他們不和你一條心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每個人追求的利益都不同 就只有我, 我和你的目標是一致 我的利益就等於你的利益 我會全心全意地幫你達成你的心願 葉先生 張智麗, 不要再騷擾葉先生了 給你 那你先回去吧 這份計畫書, 我儘管看看 謝謝葉先生, 那我先走了 葉先生, 沒事吧? 沒事 這個年輕人想無稅賜錢 葉先生說得一點也不錯 這個年輕人一點也不簡單 師家偵探的資料來了 你猜也猜不到 原來他是許文彪的弟弟 許文彪? 他是同母義父的 他雖然在台灣長大 但跟許文彪的感情非常好 難怪他們對付我葉盈天 想向他大陸報仇 看來他想要明大借助我們的資源 對付葉盈天 菲勒, 公司下午的禮會 我忽然想出席 如人碼頭, 成份完整的報告 你什麼時候做的? 有空想…這樣做 難得爸爸今天來開會 如果你發給他, 他一定會很喜歡 Tina, 公司決策上的事 你一向都是爸爸和大哥做事 我不想參與太多意見 我不是要你做什麼決定 現在我只是想… 想你把一個好的想法 給大家參考一下 但我的計劃很大 你覺得我沒有這樣能力嗎? 我只是不想你這麼辛苦 你看我們現在輕輕鬆鬆多好 你這種心態 完全是一種退休的心態 如果由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說出來 我絕對會認同 但你這麼年輕又年輕有為 你不覺得你應該做點事嗎? 你真的很喜歡做事吧? 有我這種人, 世界才會進步 我不教你說 那你有沒有事? 我盡你 好嗎? 好嗎? 爸爸 葉先生 葉先生 走… 爸爸 行, 公司的路線你跟著 你住前回 好 我們開始第一個議程 各部門匯報上上半年的業績 便要求得到 牠們, 好嗎? 可以嗎? 好嗎? 好吃嗎? 大家做得到 你去餐廳 我們每天都要關注 你了嗎? 好嗎? 就是在東灣碼頭福地 建立一個月日碼頭 將它發展成一個旅遊白色的 代言它購買給我 不好意思 Joe, 月日碼頭的資料留下了一份微鏡 不如我幫你拍給大家 好 不如你親自跟大家說這個想法吧 好, 或許大家拿著來看 我一直說, 這樣會比較清楚 我想不用了 公司未來一年要發展的項目已經定好了 就算你有什麼想法 也不會再有資源支援 但如果這個想法是好的 我覺得值得把資源重新分配 公司資源調配的東西 我想你不是很方便發表意見吧 Tina, 我還是覺得這個想法不錯 才會拿著來和大家聊聊 Joe, 現在你是工程師, 還是她是… 好了… Tina, 你先坐下 謝謝爸爸 餘養碼頭有事, 我想遲些作假 我忽然間有個想法, 我想搞數碼城 Tina的想法是怎樣的? 想法是用高科技包裝地產項目 高科技是大小所出, 一定是看頭的 你也認識嗎?高科技 對, 一定不會比你差 是嗎?但我覺得… 好了…不要再咬了 既說上的事, 真的要殺人上來 一定可以找到人才的配合 但如果真的要搞, 由我們怎麼搞? 剛才聽你的口氣不太贊成 無謂勉強 你也有興趣嗎? 這樣吧, 既然你倆都有興趣 不如每人做一份提案, 讓大家研究一下 好 夏內獨漢百魂 磅現數千萬轉變 如否著也將襲 如將人生 風裡面者妙見百魂同罪 早已變了四山各自各他去 一切將故意也將無奈 怎分錯對 哦… 願與分為何變行 為何時最差都變得有 在這兒 … … … 感谢观看